上個禮拜 21 號 我們幾位教授曾經陪同前先生 到行政執行組宜蘭登署 去表達抗議和關懷 可能因為這個關係 後來行政執行組法務部的本部 就宣布說本來是4月底 陳家的這個方法叫點交 那是不是因為我們提供他去看以後 行政執行組本部說暫緩點交 同時他說要宜蘭分署行政作業報到本署 到底中間有沒有維持 前兩天我看新聞報道 說宜蘭分署公文到了基本部 表示他們一切都沒有公務 那就很奇怪了 剛才法律專家陳志龍教授 你講得非常清楚了 他們行政程序透露擺充 講得難聽講 蓄意要拍賣陳先生的駐台 那為什麼他們宜蘭分署的公文到本部 還說他們沒有任何錯誤 那我在這裡必須再講一句話 這是我私人聽到了 對不對我不敢講 聽說法務部行政執行組本部有一個公文通定各分署 對於各分署強拍民宅是有鼓勵的更考評辦法 那麼現在據說宜蘭分署自然沒有錯誤的公文到了蘇本部 然後蘇本部好像一個月之內要做出裁決 那我現在必須懇請 也是拜託 法務部 執行蘇本部 你們要認真考慮這個案子 假定因為你們自己有這樣一個命令 要各分署去搶拍各老百姓違規叫法國的民財 讓很多窮苦的大眾流離失所 然後你們因為這樣關注 所以你們不敢承認你們的錯誤變成官官相護 我必須很冒兵地講 那今天中華民國法務部比共產黨可怕 那這個事我們絕對不能容許的 所以法務部呢他不要假如冠冕堂皇 什麼有一種什麼公益 就有益的條款 這從這個整個承擔的過程中完全沒有公益 那只有強盜的行為 所以這個是絕對不能原諒 而且我現在再講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一個月之內如果行政執行者從本部 做出裁決認為宜蘭分署沒有為師 那陳先生就完蛋了 為什麼他家就被判點交定了 然後他們就流離失所 那這個是問題何等嚴重 沒有狡猾管當然不對 可是他有必要 畢竟就抄家滅足嗎 那再說 你整個宜蘭分署拍賣陳家的這個過程 有沒有充分地讓這個陳家了解 我們上個禮拜到宜蘭分署說 陳家的子女就假 假定你們宜蘭分署 有一種公開的讓我們家人知道 你們要發開 我們嚇得嚇死了 我們趕不交這一萬八萬 就是因為不知道 所以我們糊塗糊塗就被你們拍賣 那請問法務部行政指揮室本部 你們這樣的分屬行為 是不是跟強盜一樣 如果你們執行室最後的結果 核定就是完全無誤 我老實講 後面的結果就是人民要革命 我這個是研究共產黨歷史的 我對共產黨的這個開賣槍戰民間力的行為 我太了解了 我希望你們不要變成台灣的共產黨 我講話很難聽 但是我講得實際 謝謝 謝謝利國成教授 我們都是主張這個要公平正義的 對於不公不義的事情 或者是有官官相互的 違法失職的還不好好檢討 不好好危機處理的話 那真是對於這個執政黨 對於這個行政執行署 這個宜蘭分屬等 那麼就很難聚忘了